传习近平做检讨威望受损和王沪宁同成靶子李小鹏获任特使,李小鹏随习近平考察三峡中共前总理李鹏的长子李小鹏,被委任习近平特使,7日将赴哥伦比亚出席哥总统旋律交接仪式有分析认为, 似乎有某种褒奖之意政论家陈破空披露7月初的批判会中,习近平和王沪宁成为剑靶子习近平可能本人都做了检讨,但陈破空未披露此消息来源,其他媒体也未见报道,海外中文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习近平权威受到削弱,但地位暂时无忧。 在8月2日,8月3日的人民日报头版中,未见有关中共领导人,特别是七常委的任何消息从惯例开看传说中的北戴河会议开始内容,如何只能等常委们反经,后看人民日报相关报道了,从会期长短可亏是否有争论,争论激烈程度 北戴河方向标,李小鹏获任特使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8月2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宣布,因哥伦比亚政府邀请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将赴波哥大出席于8月7日举行的哥伦比亚总统权力交接仪式 据了解,国家主席特使是一国派往他国,富有特别使命,的临时外交代表,都是一次一授权 在完成使命后特使的身份自行中指北戴河会议,之前美中贸易战,引发中共内部一连串,去权威化,降低宣传调门连带传出习近平党内权威受挑战等等传言 而李小鹏这一时间点作为习特使,出访被指纳人寻味,似乎有某种褒奖之意 显示李鹏对习近平的支持沉破空习近平和王沪宁成为剑靶子 可能习近平本人都做了检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访问非洲回到北京 第一时间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反腐问题 按照新华社的报道,中共高层研究下半年的经济形势主要是如何解决六个方面的维稳问题 他们是就业、金融、外贸、外资、投资和预期工作 政论家陈破空先生在美国之音三日政论节目中说 有报道说,有人是任命和反腐 他不认为反腐会有什么成果 党内反腐已经停止了 现在转向演艺圈 偷税漏税转移视线 人是任命主要是宣传和意识形态 有所变化赞助商链接 赞助商链接他还披露 7月初的批判会中习近平和王沪宁成为剑靶子 习近平可能本人都做了检讨 王沪宁本人也受到各方批评 江派团派习家军也甩锅 给他说是他搞得高级黑 现在他们把宣传的帽子甩给了蒋建国 把蒋建国给撤了 现在的意识形态系统可能会大改变这次政治局开会 除了讨论经济问题 还讨论了反腐问题 这次集中讨论的是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 说习近平访问非洲之前遇到某种围剿和攻击 让他做出某种让步 回来以后才出现了各种风险 任何一个小的事情 只要发生了危机 都可能是现在的政权动荡 他一定要进行政治上的反制 如何反制当权者 就是家长肯定用家规 他的家规 就是中国共产党处分条例 这个条例有六大纪律 他特意强调了政治纪律 就是与中央保持一致 绝不含糊 杨建立先生补充说 所谓的预期是什么呢 应该是人们对未来形势的预估 这有自我实现性 比如三月时候 大家以为习近平大权在握 政权稳定 大家就不感动 没想到有人开始反制 一个小女孩都敢泼墨 大家的预期突然发生变化 对经济的预期影响大家的经济行为 对政治的预期影响大家的政治行为 六个稳定 是维稳的升级版 最主要的稳字 是稳习政权习近平威望受损 海外中文媒体世界日报 8月3日文章 趁习近平权威受到削弱 得到北京知情人士 证实他们将目前中共内部总的局势概括如下 一 不少元老众臣批评习近平冒进 并让阿谀奉承之辈大行其道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二 中美贸易问题 处置不当 使中国经济发展困境血上加霜 三 各方面一致要求习近平反思自己的贪功冒进 请他远小人而进贤臣 四 据传习近平 以虚心纳建并调整了军基处大员的工作分配 五 习近平地位暂时无忧 因为各方势力都很清楚 目前外有中美贸易战的压力 内有自由知识分子 舆论压力如此时费力或同事操割 无疑是红色政权的自杀 六 习近平威望可能严重 受损阿波罗网灵易综合报道 明镜头 大蚂茴 最后 感谢观看